被流放到朝鲜的中国皇帝 晚年如鱼得水 如今子孙遍布韩国各地 在中国千年的历史长河中 朝代更迭屡见不鲜 而那些亡国之君 投降的皇帝 其最后的归宿常常是被刺死或者是毒杀 最著名的当属始终永探故国不堪回首的李后主 当然也有个别能够逃脱死亡的威胁 却要受到终生的囚禁 属后主刘善 被金人掳走的北宋徽亲二帝就是典型代表 然而还有一种极为特殊的处置方式 那就是流放 明太祖朱元璋就将自己灭掉的大夏国小皇帝名声流放到了朝鲜 有意思的是 在大明国四处受困的小皇帝 却在朝鲜过得如鱼得水 还迎娶高官女儿为妻 不断开支散业 如今子孙后代遍布韩国各地 探寻历史中的宝藏 点击订阅纵观史书 明朝之前还有一个大夏 公元十四世纪中期 正值元朝末年 立志腐败 民不聊生 当民怨沸腾到极致时 1351年 韩山童 刘福通 彭寿等人揭干二起 一股红金军掀起的返元浪潮席卷了华夏大地 一时间群雄四起 政权林立 那一年 身高八尺 慕有重同的湖北隋州农民明玉珍感受到了热血和激情 于是召集香兵 欠余人 屯于青山 结诈自保 他带着这支部队与援军小谷部队打了几仗后 找到了组织 投到了徐寿辉的部下 也为作战勇猛 仅仅用了一年的时间 明玉珍就升为了统军征辱元帅 统兵驻守军事重镇缅阳 然而明玉珍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 他的右眼被刘史射中失明 从那时起 他就有了一个名言子的绰号 1355年 徐首辉为解决战区内的粮草问题 派明玉珍去四川少粮 也就是征买粮草 这一年的春天 明玉珍领兵万语 驾斗船五十艘 至奎州府少粮 也为部队纪律严明 秋毫不犯 所以他用了一年时间 极为圆满的完成了少粮任务 正当明玉珍想要返回缅阳的时候 一个突发事件 改变了明玉珍的人生道路 当时重庆的元朝官员 与当地地主监一兵 首领杨瀚发生了冲突 导致杨瀚被杀 他手下的众多一兵 在逃跑时与明玉珍相遇 这些人想要明玉珍为他们报仇 就向他汇报了 重庆没有元朝重兵守卫的情况 并献上了攻陷重庆的策略 明玉珍权衡行势立地 认真合适情况后 亲率大军出无瑕 攻克奎州 万州 向重庆挺进 1357年4月 兵临重庆城下 援兵远近骚动 军无斗志 经过短暂的战斗 明玉珍就解放了重庆 城中父老焚香败营到座 而明玉珍率军浩浩荡荡进入重庆 禁止侵略 秋毫无犯 由是四外投降落役 明玉珍城市占领卢州 旭南 并派人将胜利的消息 报告宋政权领袖徐寿辉 欢喜异常的徐寿辉 先后任命他为广西两江道宣卫时 龙鼠四川行省参政 1358年 明玉珍先后占领了成都 家定 既有川鼠之地 与此同时 明玉珍的军队还深入陕西星园 甘肃拱昌等地 正当明玉珍高个猛进时 大后方却出现了大乱子 先是徐寿辉的丞相倪文俊 眼看红金军形势一片大好 想要谋刺徐寿辉独吞胜利果实 然而事迹不觅失败 只得逃到部将陈有亮 谁料想 陈有亮也是个人心不足蛇吞向的主 他先袭杀了倪文俊 在锤杀了徐寿辉 1360年 陈有亮改国号为汉 自立为汉王 公然篡夺了宋政权 当在重庆的明玉珍得知这个消息后 悲痛欲绝 下令川中全军搞作戴孝 为徐寿辉隆重发丧 又在重庆城南为徐寿辉立庙 春秋奉死 他一席四方 回兵三峡 生讨伐陈有亮 与之彻底决裂 明玉珍先是于1360年末 在重庆称王 依然遵从宋政权国号和年号 1363年初 才正式建立大厦政权 定督重庆 成为重庆历史上 除八国外的第二个国家 明玉珍虽然自身没有什么文化 但是能够理邪下士 重用能臣 将大厦治理的蒸蒸日上 大厦国的疆域囊括了金重庆市 四川东部和北部 陕西南部 湖北西 以及贵州北部等大片地区 明玉珍本来有与朱元璋争锋 逐入中原的机会 然而天不假年 1366年 明玉珍病逝于重庆 年仅38岁 明玉珍年仅10岁的儿子名声 继为称帝 因为年纪太小 他的母亲彭太后 重连听政 这时的大厦 由于建立时间过短 人心不稳 以至于内部开始争权夺利 互相伤害 甚至是谋杀 先是丞相万圣 暗杀了志愿张文炳 然后与张文炳 友善的那副社人明招 又假传太后一旨 照万圣入宫义士 将他一杀在重文楼下 而驻守宝宁的平章吴友仁 也是一个居心叵测的人 他以清军策为名 聚成起兵 要挟左丞相代授秦沙明招 大厦国几经内讧全臣物证 从此一蹶不振 而外部的朱元璋政权 却是越战越猛 先后消灭陈友谅 张世成 方国珍等割据势力 1368年在应天称帝 正式建立明朝 而大厦也被列入了朱元璋的统一日程 朱元璋先进写信 劝又名声 后又派人招降 并威吓他于游于废顶之中 燕巢于威幕之上 祸害将至 田不自知 然而无论朱元璋如何出招 名声也没有投降的意思 当然大厦朝堂做主的也不是他 而是那些权臣和他的母后 于是1371年 朱元璋派出南北两路大军进攻四川 南路军主帅是中山侯 郑熙将军汤河 北路军主帅是颖川侯 郑鲁前将军傅友德 两军齐头并进 不到半年时间就打到了重庆 走投无路的 名声在彭太后的劝告下 于1371年8月3日出城向汤河投降 打下国历18年 传承两代而亡 名声投降后 就被押到了京城应天看管起来 别看后来的朱元璋 对自己的老不下频频举起大刀 蓝玉岸 胡为雍岸动辄就要砍掉上万颗人头 可是他对于投降过来的名声 却没有动什么杀念 朱元璋只是将名声圈进起来 还封了他一个龟一侯的爵位 与名声同等待遇的 还有陈有亮的儿子陈丽 他是大汉国的第二任 也是最后一位皇帝 比名声早了五年 被朱元璋抓住后 封为龟德侯 名声成为王国之君时才15岁 还是一个花季少年 当然是免不了活泼好动 而陈丽也未满20岁 两个王国之君也未有共同的遭遇 有时不免会走到一起 虽然朱元璋不想杀他们 但是两个人总在眼前晃悠 而且还不时发出一些 食欲不济的人生铠蛋 毕竟是一个不安定因素 于是朱元璋眉头一皱记上心来 1372年 派人将名声及彭太后 陈丽等人打包送到了朝鲜 其实朱元璋这一举动是一袋三鸟 当时的高丽王朝与元朝的残余势力 有着不清不楚的关系 一边反援还一边依靠元朝 而且对于明朝这个新的宗主国 也是态度暧昧 接受册封又抱有警惕 当时朝鲜还叫高丽王朝 国王是公民王王专 这位高丽国王是一个改革派 不断通过政务改革来强大高丽的国力 因而很有野心 他本人还是一个相当有水平的画家 在高丽艺术史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天山大猎徒 据传就是他的作品 当明朝使者带着名声与陈丽来到朝鲜后 公民王接见了他们 在此期间还发生了一个差距 明朝使团里有一名姓孙的太监 被人发现吊死在树上 高丽方面认为这是自杀 然而明朝经过调查却认为 是高丽一个姓普的宰相毒杀后伪装的现场 好在这一起外交事件 没有真正影响到公民王对明生和陈丽的安置 朱元璋让使者告诉公民王 明生 陈丽在朝鲜的原则就是不为官 不为民 于是公民王就亲自考察了一下明生和陈丽 陈丽就是一个普通的青年 没有啥出色之处 而明生则不然 虽然才16岁 却受到了良好的教育 不但通晓 孝经 论语 而且文才也不错 他有一首流传下来的桂花诗 万物雕仨我独方 花心金素带为黄 莫言些小难堪丸 路冷风清大底香 还是很有意境的 由此可以看出 明生是一位颇具文人气质的儒雅男生 另外 他还善于下围棋 这正投了公民王的喜好 因为公民王的围棋水平 也是相当高的 没有对比 就没有伤害 公民王对两个亡国之君的安排 显出了巨大的差异 陈丽只被赐予了九匹驻步 显得极为苦逼 而对于明生 那就是相当高端 大气上档次 直接把延安 白川两线化给明生一家作为共地 将宋都兴国寺作为他一家的底宅 还给配上了相应的奴婢 明生在朝鲜直接过上了贵族生活 由于明生的风流倜傥 使得朝鲜的许多高官都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和好感 1373年 高丽总郎尹西宗就将自己的女儿嫁给明生为妻 高丽国的总郎职位相当于明朝的侍郎 也就是副部长一级的高官 明生和掩饰的夫妻生活极为琴瑟和谐 两人先后生了四个儿子 不但家庭和睦幸福 他还与当时高丽王朝的重臣 后来的朝鲜王朝开国太祖李承贵结为了望年交 相差二十多岁的两人经常在一起下围棋 关系日益亲密 1392年 早已掌握高丽实权的李承贵 在部下的拥戴下推翻高丽王朝 建立朝鲜王朝 李承贵登基时 身上穿的龙袍就是明生的母亲彭氏亲手缝制的 不但适样新颖 而且极为和身 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太还要一针一线的给自己缝制龙袍 这份情意使得李承贵非常感动 由于受到李承贵的推尊 彭氏还将中国流行的服装和首饰样式在朝鲜王朝进行了普及 特别是交汇了朝鲜王公备合之术 使得朝鲜在服装和首饰方面取得了新的发展 为表示谢意 李承贵特意封名声为华蜀军 并且能够享受中勋示录 这已经突破了朱元璋的不为官不为民的旨意 而名声的四个儿子也非常出色 不但都当上了朝鲜王朝的高级官员 还相继娶了朝鲜高官的女儿为妻 后代日益凡凡貌 长子名以被朝鲜李朝封赠为资县大夫 故称为资县公派 他的后代居住地点分布在朝鲜半岛的延安 康泽 台城 长湛 昌元 大同 江西 宰宁等地 次子名县 被封为嘉靖大夫 总郎 故称为总郎公派 他的后人主要分布在大兴 洪州等地 三子明俊 被封为嘉靖大夫 书密院副使 故称副使公派 他的后裔主要分布在宁边 朔州 云山 西川 中和 大同 荣州 亭山等地 四子明信 被封为通讯大夫 侍郎 故称侍郎公派 他的儿孙主要分布在高姓 延安等地 明是后代世代在朝鲜半岛居住 至今已繁衍出八万余人 遍布韩国 朝鲜各地 随着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 通信交通条件的改善 韩国的明氏后代相互间的联系不断加强 1973年 他们成立了明氏大宗会 并且开启了到中国的寻根之旅 是有凑巧 1982年 明玉珍的灵寝在重庆江北区江北嘴被发现 自此瑞灵重建天日 十年后 一个叫明在律的韩国釜山商人来到中国 在考察洽谈时总是打听明玉珍的遗迹 功夫不负有心人 多番寻找后 他终于查证到重庆曾出土过有关明玉珍的文物 于是他立即赶到重庆 凭借一本 西蜀延安明氏系云洞一家便懒 族谱和外事部门的协助 明在律终于找到了明玉珍灵目 瑞灵 找到祖先的明氏大宗会成员更是热血沸腾 1993年 他们在韩国经济道坡州郡修建了战地1800平方米的大厦太祖明玉珍皇帝景墓词 内设雕像和纪念碑 1995年 明氏大宗会出版了 明氏十祖大厦太祖明玉珍皇帝史记一书 并修订发行了 明氏大同谱 重庆方面对此也相当重视 1995年初 重庆市拨款十万 重新整修了明玉珍墓陈列馆 1995年4月21日 明玉珍墓陈列馆门前登陆高挂 馆内竹烟聊着 韩国明氏宗亲会成员终于祖团来到重庆 找到他们祖先浴血奋战 建功立业的地方 并以传统形式进行祭祖 数百年来明氏后裔寻根祭祖的祖愿 终在此时得以完成 2001年 韩国明氏大宗会将明玉珍去世之日农历2月6日定为祭祖日 从此每年都要祖团到重庆祭祖 而大下国在重庆南岸开凿的一尊弥勒佛 高大威俄 俯视着山城重庆 历数百年至今犹存 也见证着明氏子孙的回归 匆匆六百余年 明玉珍的后人 从流落异国的浪子 变成了在朝鲜半岛扎下深根的居民 然而对于先祖追思的这份血脉羁绊 却一直都在 他们来到重庆祭祖的同时 也关注着中国的发展 与中国相关部门商议捐助和投资之势 他们的到来 不仅增进了中韩两国人民的友好感情 还促进了重庆与韩国的民间文化交流 为两地的友好交往 开启了一扇从古代通往现代的大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